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讀刃 九場賽事考下了些襪子,明晚刨完尾不要緊 三T次關都難,難之餘紅色了一隻瞬間看讀刃 把贏過的馬篩篩選給大家看,電信飛車講冷講冷其實是贏過的馬 還要贏同程,你不相信,最近賽積差,結果十多倍又是這樣跑出來 怎樣知道的當然要分析,但有時時間緊迫分析不切,贏過的馬便是最好選擇 還未說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右下角會有四星龍珠 記得訂閱這個姓榮,香港在唱片頻道,記得開啟小鈴鐺 有新片你才看到的,立即帶大家看看贏過的,真是相信家瀾獨贏 電信飛車贏完你不相信,可能會贏第三場 那你就走雞,當然沒說贏定的,一出即勝那些是時尚風趣 這些真是初出即勝,別人贏過的都不夠跑 事實來的,永遠都有贏過的馬會再新開齋又有,贏過再贏又有 十一十檔的金虎齊星,真是五次第二,未贏過 和身後任天堂的Mario,都是處女馬來的 沙漿金剛,講完Mario當然要講大猩猩金剛,兩隻遊戲大家沒玩過 這隻馬就贏過兩次,叫做懂得贏的先,丁冠豪丁冠豪,有個內蕩不怕的 浩箭小子,暫時處女馬出了一次,輸得比較遠 華麗活力贏過兩次,不過是一千,真情千二可不可以呢? 猜猜一下吧,我都不太肯定 金莊齊會好些,因為始終贏過三次 而且七歲減九分,一定跟你用盡,外當你信不信 至於喵玲瓏,抽到黃金一檔當然要珍惜 同情贏過兩次,你不選他就自己吃虧 馬又運,經常都很接近,為甚麼呢? 這個路程唯一跟他贏過的馬就是五鵬子 都是正路電馬師,所以贏過的我們給他紅心 跟昨天那一集很不同,很多馬都贏過同情 包括身後這隻七歲老馬,都經常五分 戰鬥英雄同情贏過十二檔,跑皮是甚麼出奇 還有誠心所願,都是這個路程贏過,而且很準 你看,贏過的馬,同情都有七隻 不一定是真的電訊飛車贏過的,不過配具有很多選擇 冷門外當馬真的有很多隻,大家都可以選擇他們 有時3T嘗試就會有這些情況,容易爆冷的 記得,好,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七隻佛